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一块块的贴上 让一个完全空白的布板 慢慢火出的色彩 一开始 一阶老师先带着我们认识的 国外的马赛克艺术家 他们会运用马路上的凹洞 来制作艺术品 让大家更加美丽 之后再带着我们全班 去参观历届学长节的作品 让我们更有灵感 作品的灵感 自然自于学校的小白感 我们以外外的法 这代表爱与和平的小白根 又满在课程中慢慢的呈现出来 天空的蓝色与大力的绿色 更加成熟熟活力满满的白根 这幅座不是我们这一组 满满的活力与唯一 欢迎大家来气血活小 参观我们的毕业美加 师姐好 我是燕菲 我是燕嘉宇 我们要介绍的是暮属作品 《疗愈的岛屿》 我先介绍我们吧 想像在一起期间 你被隔离在一座荒岛 你是这座岛的岛主 你会怎么打造这座令人 疗愈的岛屿呢 这间作品是以星辰背景 设计的暮属岛屿 两片以天朝连接起来的土地 上面普段重满的花草树木 还有清澈如尽的水 及一间映照着灿烂星空的星辰屋 你若觉得人生太无聊 来到这里超越身心 享受被繁星笼罩的梦幻感觉 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的岛屿是一座位于海地的深海花园 湿面既是海水环绕 不过啊 你只要进入大门后 就不用担心呼吸的问题了 这里是季如春 常年百花盛开 旁边还有一座清澈 透亮的鼓 而你们可以住在这座地上的房子 享受优势的居价 放松心情 成就更好的自己 有趣好玩的小机关 让整件作品看起来更加鲜艳 另外除了这件抢作品之外 我们班还一起完成了两台巨大的餐车 那件餐车上装满了我们班一起完成的作品 像是有可以玩的烟盒 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照片 有我们一起去参加活动的还有一起出去玩的珍贵相片 还有超可爱的冰棒 而每次冰棒的外表都有不同的图案和特别的口味 冰棒里面藏着许许多多的任务 和特别好玩的祝福画 我们希望用这种多呼动的方式来介绍我们班 我们还特别加张了一个留言板 你可以在上面请下祝福的话 或者是对这件作品的评价 也可以写秘密哦 记得看到我们的作品词 不妨来留言吧 我们的介绍就到这里结束 记得5月27日到6月2日 要来参观我们的毕业画展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